就是這裡有這麼多的黃色食物 Hello 大家好,我是Sandy,我是Creamy 之前我們試過吃很多不同顏色的挑戰 例如這個粉紅色和綠色 很多觀眾都非常喜歡 今次就在留言找觀眾最想我們吃的顏色 找找找 其中一個最多人選的就是 黃色 我們今天就挑戰吃全日黃色的食物 你會有什麼心水? 我的心水當然是近期最流行的鳳梨 如果說黃色的話 我自己就想起咖喱飯之類的東西 應該都是黃色的 黃色的食物相對來說應該比較容易找 我們一會兒就會去Donkey 買我們想要的黃色食物 看看我們買了什麼回來 現在留言猜猜 究竟我們今天會吃到什麼黃色的食物 會不會中你的心水呢? 如果大家想看我們做不同的挑戰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還差很少 就到這個50萬訂閱了 還有記得要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做完這些之後我們就馬上出發去找我們的黃色美食 GO! 黃色食物大集合 就是這裡這麼多的黃色食物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Donkey買回來的 哇有不同的食物 大家有沒有見過這麼多黃色食物? 這條影片真的是我們全頻道最黃的一條影片 由淺黃到深黃什麼都有 今次我們選擇黃色食物的方法 都是用這個扭蛋機 扭到什麼就要吃什麼 不可以吃對方的一份 那今次我們的主食和野飲都有增加到的 那不用再爭了 當然啦 如果你全部抽到主食的話 那你也要全部吃掉 又或者你全部抽到野飲都要全部喝掉 那你今次最期待的食物是什麼? Pizza啦 超級黃色 我自己最期待的就是卡邦尼意粉 我最喜歡吃你做的卡邦尼意粉 還有咖哩飯的 中到這兩個 隨便一個都覺得很棒 好啦 那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現在立刻開始抽蛋 看看我們早餐 第一餐 究竟吃到什麼了 來啦 我現在抽了 希望抽到好東西啦 是什麼呢 嘩 一抽就抽到咖哩飯了 厲害 爽啊 爽啊 這個咖哩不是日式咖哩 是特地選了一個印度咖哩 因為他們的黃薑粉比較多 就比較黃一點 到你抽 來啦究竟是什麼呢 柚子朱古力 你也好 吃點小成一早起床 有有有有 是什麼呢 啊 甜品 黃色小丸子 我們特製它 因為DONKI是有三種顏色 我們就買三盒 然後串了兩串出來 對 一人三樣東西吃 什麼來的 檸檬茶 哇 超級黃 香蕉乾 這個 這樣也好一點 一個主食 然後兩個小食 什麼來的呢 為什麼不給我吃主食的 什麼來的 超酸糖 哇 這個黃色的超酸糖 檸檬糖 正 好甜 這樣就好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我們的第一餐 嘩 嘩 這個咖喱呢 蒸完之後呢 紅色的辣油飄了出來 現在變得有點紅紅的 證明什麼 它是紅底 但是它是心黃來的 我就要喝檸檬茶 吃酸糖 會不會沒有味的呢 但是你這個咖喱飯好像很好吃 來啦 做一口吧 不行 嘩 好味啊 空到吃酸糖大家不要學 不是教我影片 這個很好吃啊 它最重要是它不是很辣的 偏甜得來又有印度味 嘩 超好吃 超好吃 吃這個柚子朱古力 嘩 真是有柚子味 很清新的柚子味 不過是很甜的 嘩 現在吃到有點熱 出汗了 我是沒有東西喝的 一口換一口 不行 這次我會超鹽泥 我發現咖喱的忌廉味很重 嘩 怎麼這麼奶油啊 快吃完 它寫中身 但原來不辣 嗯 吃完了 先去黃色小丸子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黑芝麻 黑芝麻 好像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OK 不算非常好吃 零食已經好少 我只抽到零食 那就好了 你抽到零食 然後剩下一些棒的東西給我吃 我到現在還沒有飲料 我剛剛吃完就吃完 酸椒漿了 接下來我們就吃這個 香蕉乾 又是乾的 好吃啊 不甜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剛才的太甜 沒有味的一片東西 沒有味的真的沒有 第一餐就來到這裡了 做完東西我們就回來 吃第二餐 午餐了 希望可以吃到披薩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輪到第二餐的時間了 希望不要抽到一些很大件的東西 對啦 因為我現在還沒落格 但是剩下一些很大件的東西 好 來了 開始了 我又抽了 是什麼呢 哇 慘啦 是卡邦尼意粉啊 慘啦 觀眾擔心你吃不肥 今天你就終於吃得肥了 終於肥的那個不是我 忌廉蛋糕仔 又是甜 是什麼來的 玄米茶 有東西喝啦 迷你蛋巴巴 幸好不是我抽到柚子吃吧 好像很有趣 這個是什麼 黃蘿蔔啊 你要整條吃啊 會是什麼呢 很緊張 Pizza 適合你 你想吃Pizza 大家終於可以看到Pizza了 好啦 那我們已經抽了我們吃什麼了 現在就拿出來 好啦 那我們的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非常豐富的一餐 超黃啊 我覺得這餐呢 無論咸的甜也有我很開心 是 但好像太多了 我們會不會吃到牛的 這個你說要圓條吃的 買的就是你自作自受啊 下一餐呢 我們吃的咖喱飯呢 因為我很想推薦給大家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個盒 你們就可以去買了 我先試這個神秘的迷你蛋包飯 是丁的 怎麼樣 好不好吃啊 怎麼了 你不讓我吃一餐 我沒有打算吃啊 我都忘了 這個卡邦尼意粉挺好吃的 不過你做的比較好吃 其實它還不錯 我覺得我略嫌它淡了一點 我這個裡面的肉 它好不好吃啊 讓我吃這個 什麼味道 它是cream cheese加芝士 很好啊 家裡也吃這個 很開心 好乾啊 你猜只有你有好東西吃嗎 我也有好東西吃 很大股味很臭 哇 牙齒差一點都不行 黃老闆加幫你意粉 然後我吃了這個cream蛋糕 嗯 雲尼腩味 好吃啊 這個蘿蔔越吃得久 就越覺得有苦味沖上來 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我還是把它收起來 遲些再吃 吃完了 不是很頂得住 吃得很累 再見 那我們這餐又完成了 晚一點就吃晚餐了 晚餐剩下的東西都挺厲害的 有肉脂燒有食 不知道誰抽到 我希望不要再吃一條條的東西 晚餐見 吃得很累啊 全天都要吃這些黃色的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你這麼累嗎 不知道 因為你濕啊 我濕 你又濕 我一點都不濕 因為我喝了 童健推出的劍皮化濕沖劑 童健是由前浸大中醫藥研究所研發團隊組成的 這個沖劑最棒的地方就是有三大特點 第一點就是 它是不用煲的去濕茶 就這樣沖就可以喝了 第二點就是 它是香港製造的 2020年有超過九成的用家 覺得有效去濕 還有可以改善疲倦 嘩 真的適合我們 你們知道為什麼你們這麼濕嗎 家裏浪了衣服 衣服濕的時候 都會令到你有濕氣重的問題 或者好像你喜歡吃肥膩的東西 好像我一樣 喜歡吃一些山冷的東西 甜食 都會的 還有缺乏運動 就連天氣潮濕 都會的 嘩 真是完全我們的寫照 怪不得我們這麼濕 濕氣重 除了令到你的人很累之外 還會令到你的消化力變弱 會水腫 輕度輻射 空門輻脹 還有會頭暈頭重 所以我們就要喝這個 同見的劍皮化濕茶 化解我們的濕氣 讓我們沒有那麼累 可以繼續精神地拍片 不用再被人說 嘩Sunny你的樣子好累啊 這樣 現在我們就立刻開始沖來喝了 我們就把熱水倒進杯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粉了 然後就攪拌它 這樣就變成一杯劍皮化濕茶 你這麼累你快點喝吧 去濕啊 先喝個英俊一點的 它的味道是甘甘的 喝下去就非常舒服 現在感覺上 嘩 我的濕氣好像在走 每天都誇張一喝再走 之後會走的 大家如果想買這個 同見的劍皮化濕茶 就可以去HKTV Mall買的 記得大大力支持 去HKTV Mall買 一起化濕啦 好啦 我們喝完這杯之後 繼續我們的黃色挑戰 好啦 現在來到夜晚的時間 我們就只剩下6樣食物 就是玉子燒 親子丹 菠蘿啫喱 還有芝士雪乳絲 菠蘿波子汽水 還有香蕉奶 只剩下6樣而已 沒錯 有2樣食物是飲料 現在我們就抽了 那這次你先吧 為什麼 我都吃夠了 是時候給其他好東西吃 來吧 究竟是什麼來的 芝士雪乳條 黃套金的包裝 沒錯 然後到我了 會是什麼呢 玉子燒 玉子燒 夜飲 香蕉奶 有的夜飲 不過很細胞 希望之後不要再抽到波子汽水了 你把它拌過來喝 下一個 有嗎? 玉子燒 恭喜你 玉子燒 玉子燒 我還怕你不夠飽 只是死個雪糞條 你現在要喝玉子燒 可以加一些? 不行 可以加芥蘿 黃色的 你不可以加其他麵了 當我 很緊張 只會3個而已 什麼? 來 還有什麼? 啊 菠蘿波子汽水啊 啊 那我就沒什麼喝了 沒什麼喝了 剛才說完,不想喝兩瓶飲料 今餐會不會沒飯吃的? 我怕是不是要吃飯 最後兩個,剩下啫喱和親子檔 究竟你會中什麼呢? 我扭過去 3、2、1 芭樂啫喱 親子檔 幸好,兩瓶飲料送飯 現在我們正式開餐 親子檔很香 不過放了很久了,已經很熱了 不要緊,不要再一頓 不要再一頓 好像很好吃 它的香是比咖喱飯 吃吧 一口 吃你的玉子燒,快點 很好吃 非常適合拿來送飯 這個真的值得買 放了這麼久,翻丁就翻丁,都好吃 我吃吧 我想吃一口 我們這個規則就是這樣 抽到什麼就要吃什麼 雖然我也很想吃你的菠蘿啫喱 因為上次我吃了提子啫喱 我覺得這個系列的啫喱應該都很棒 這個黃到金的雪乳條 裡面都是黃色的 裡面淺黃,外面深黃 我想問 你會不會很乾呢? 我們左一條有一條 嗯 很多人都是這樣,左一條有一條 不是只有你 好棒,真的很好吃 今天我們這麼多餐 都跟蛋好有關係 因為黃色的食物可能就是用蛋了 蛋,芝士,波蘿 你看 你認真吃光了 我吃光了,快點給我一口 不行 會被人罵 肯定在鏡頭後面就給Creamy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是不會的 懶得無情懶得面 不要吃光了 你是不是瘋了 想一口 吃一口 吃完 先喝汽水 最後先喝奶 快點,你吃快點 OK 3 2 1 不行的,為什麼 你吃了飯也沒力 好了,先喝一口 我好喜歡喝波子的水 這個比較像藥水 好不好吃? 好噁心 喝了 喝了 整套水了 我現在看到畫面 我左手的啫喱 右手的肉 我覺得我真的 很旺 喝了香蕉奶 我就完成了今餐 你知道嗎? 我們上次吃完綠色的食物 我最多朋友跟我說的是 你晚上去廁所是不是真的綠色 我告訴大家是不會的 這次應該也不會 我猜 本身是黃色的 啤色的 肚子是黃色的 你吃東西真的很慢 我已經喝完了 好,那今餐我已經吃完了 好,吃完了 終於是完成了 恭喜你 終於吃完整頓了 那我們今天的黃色挑戰 都完滿結束了 終於都吃完所有黃色的食物了 那我們今天就成功挑戰了 全日只吃黃色的食物了 今次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自己覺得這個親子檔 真的超好吃 比我想像中的好多 我就覺得那個米里蛋包飯 非常有趣 丁出來就可以吃了 我覺得很喜歡 留言說一下你平時自己喜歡吃什麼黃色的食物 還有,如果你有什麼顏色想去挑戰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次我們特意找多些主食來拍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吃得飽 吃得更豐富 記住,這條不是當期的廣告 而是同見健脾化濕通知的廣告 大家記得去HKTV Mall買吧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好 我能把分享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黃色的食物 吃了很多 好有濕氣,怎麼辦 當然要喝這個健脾化濕通知吧 千萬不要忘記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按這個位置 按這個位置 按這個按鈕 按鈕 吃個位置再向你毛巾 再向你毛巾 先這樣,拜拜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事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YES YO 做什麼好? 沒事做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這樣夠不夠黃嗎? 你的頭髮是藍的